今天COVID-19新增39,586例本土病例 那今晚一路有60例 另外死亡个案有134例 那今年到6月25号 本土病例总共354,4821例 那今天新增359例本土中重症以上的个案 及134例的死亡 那今年迄今中重症总共有14,881名 其中5,401名死亡 那目前轻症无症状占全部病例的99.58% 那今天公布了134位的死亡个案 其中有127人约95% 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 那在疫苗的接种上 有80人约60%未打满三剂的疫苗 在零上有75人约56% 年龄超过80岁 那今天死亡特殊病例里面 有30几岁的女性 那是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 已经接种3G的Cobinatin疫苗 在6月13号个案快三阳性 当日经医师评估 那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Paslobic 在6月20号突然血氧下降 呼吸困然且发烧 在6月21号收住于医院 并使用瑞德西韦 但是病况人不佳 那家属千例DNA 那同日晚上于院内死亡 那另外特殊重症 新增1起密西 为11岁的女童 5月21号曾接种一剂疫苗 那5月30号发烧 就医快腮阳性确诊 隔日退烧 但全身红疹 那6月4号再度高烧 40.1度 且有胃寒 头痛 头鹰咳嗽 喉咙痛等感冒症状 曾就医服药 但症状未缓解 在6月6号腹痛呕吐 食育活力降低 到急诊有血压 偏低发炎指数升高 有一怀疑是密西西 所以进驻ICU 在6月10号转出ICU 在6月14号出院 以康复 我们今天会有首例的 境外一路的 喉豆的确诊病例 那这个个案是在南部 有2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 过去半年都在德国留学 那6月16号入境 那在6月20号开始出现 发烧喉咙痛 肌肉酸痛 红疹 还有鼠西部 这个淋巴肿大等症状 那在6月21号 22号去就医 那经医师评估后 进行这个检体的裁检 还有通报 那在今天检验确认 我们今天会有首例的 境外一路的 喉豆的确诊病例 那这个个案是在南部 有2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 那是在过去半年 都在德国留学 那6月16号入境 那在机场 他当然是检验这个 COVID-19是阴性 所以就回家做居家检疫 那在6月20号开始出现 巴烧喉咙痛 肌肉酸痛 红疹 还有鼠西部 这个淋巴肿大等症状 那在6月21号 22号去就医 那经医师评估后 进行这个检体的裁检 还有通报 刚好我们23号 这个公告为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 所以检体也送到我们集团署的困阳检验室来做检验 那在今天检验确认 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针对这个个案进行这个疫情调查 还有接触者的追踪 那目前因为所有的接触者 在总共有五个接触者 那包括同处家人 还有这个其他的人员 总共五人 那目前整个部分就是 因为他们都跟他接触事实上都有这个 至少有这个口罩 所以就是一般的这个健康监测 那另外这个个案事实上 昨夜被我们收入这个腹压隔离病房 那会隔离到说他整个全身的皮肤的这个病灶结痂 完全脱落那才可以解除隔离 那目前我们会针对这五位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健康监测 那目前也都没有症状 那另外因为这是台湾的首例 所以我们也会透过IHR跟这个世界医院组织来通报 那这个部分大致上 我们目前大概都建议民众 如果因为这是国内的首例 而且是境外一路 那目前还是以在这个欧洲 欧洲这些地区的这个猴豆的这个盛取率 这个猴豆的个案是比较多了 那比如说目前前五名是英国793例 德国592例 西班牙520例 法国330例 还有葡萄牙328例 所以如果去如果建议到这个欧洲 欧洲或美国这边去旅游的话 那建议民众出国应该避免 接触猴豆的一次的个案 那主要这个猴豆的感染的途径 主要第一个当然是属于 在原来悲咒的部分是人畜共通传染病 我目前正在各国流行的应该是属于人传人 主要是接触到感染者的这个呼吸道的分泌物 还有损伤的这个皮肤或粘膜 粘膜还有被污染的物品 另外飞沫传播也都是必须要长时间 面对面的接触才比较容易这个发生 所以医护人员跟同处家人 事实上都是比较的感染风险 那这这部分就请这个民众要特别的小心 就是说在出国期间 那就是避免接触猴豆的疑似个案 那如果反国入境 如果有出现这个发烧皮肤病灶 那比如说有红疹丘疹水泡 或龙袍等疑似的症状 那都要主动告知这个航空公司的人员 或机场的检疫人员 那还有进宿就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